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点钟开放让大家意愿登记 不过高端疫苗出现了第五例 接种后死亡的个案 首先跟他报告 今天没有确定本土的病例 没有本土的确定病例 死亡的个案有一例 今天中午我们有一批 26.5万剂的疫苗 今天中午已经到台湾了 效期是到2021年的12月7日 针对可能会这个BNT疫苗 可能会有进来的BNT疫苗 所以我们先就先开放 新增这个BNT疫苗 在预员平台把它列入选项 从8月28号 下午2点 重新开放 请民众尽速去完成意愿登记 新北市的四十几岁的男性的个案 那这个还未列入今天的 就是不良事件的一个记录 这个个案 就是有罹患胰胀癌 那在8月24号 接种这个高端疫苗 那接种完后 无异状 但是当天晚间有出现发烧 随意不振 跟忽冷忽热 那25号有出现精神恍惚 跟反应迟钝的一个状况 那26号早上 就出现全身无力 那紧急送医抢救不治 好 今天本土在加雷 如果境外移入可是有7例 死亡的个案已有1例 目前解隔离的这个情况 已经高达92.7% 都已经解隔离了 但今天记者会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BNT要来了 指数中心证实 明天就开放 让大家可以重新上这个预约平台 来勾选你要来打BNT疫苗了 但很多人也觉得纳闷的是说 当时高端疫苗 不是说新疫苗会自己勾选吗 为什么这回又要到这个预约平台 去勾选说我要打BNT疫苗呢 好 不管怎么说 这个带有复必胎字样的BNT疫苗 提早到货了 传出陈时中会亲自到机场去迎接 那么陈时中今天也证实说 这批复必胎标签 这个BNT可以去抢 他是接获了台积电的告知 而现在BNT的订货催货抢货 都靠民间 反倒是看起来 这个推销高端疫苗 变成好像是政府的工作吗 就有人纳闷了说 怎么好像是商人做政府的事 而政府却在做商人的工作呢 是 所以感觉上这个当鸿海加上台积电真的是全世界无往不利 对付民进党这批官员也必须他们两个一起出手 所以就变成是郭台铭到德国去催货台积电来对付民进党政府 因为民进党政府一直要看到台积电就没辙了 所以只有台积电可以压制得了民进党吗 我们来看一下陈时中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那时候我接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是什么讯息 是哪一通电话 是台积电先吗 还是 那就是可能是有台积电这边来跟我讲 就是说那这样适合不适合 那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 只要是安全有效 那当然我们一定要 为什么有所谓回避复必泰这种名称的这个决策呢 我想这是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在订购东西一样 我今天订购一件西装 那我当然希望说我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标签怎么样 但那个合约都会写得很清楚 但今天我今天刚好冬天来了 没有衣服穿 有一件棉袄来了 我当然也是要 要光网 一样的道理 在订购的时候一定有我们的一个要求 是 但是也不会因为这样的要求 让他去延避 因为TBO现在是最后很快的一件事情 他就是从头到尾就不想把他的那个 那个credit 让给郭台铭 现在叫做台积电来跟我讲等等等等 为什么台积电跟你讲 你自己都不知道 对不对 商人做政府的事 政府做商人的事 现在就是这样子 商人替政府去要疫苗 替政府买疫苗还出钱 政府跟商人去推广高端 推销高端 去为高端補票 一直加持 商人变政府 政府变商人 官员变商人 商人变官员 很多脸的啦 角色非常的错乱 不过呢 如果说当时呢 这个郭董跟这个台积电 还有慈忌 他们都买得到BNT 表示陈时中说买不到 根本就是谎话 他就他自己买不到 他就请他们帮忙代购就好了 结果我们的政府呢 只是纠结在复辟泰这三个字 到底BNT什么时候来 会不会来 几季来 根本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吗 那过去因为复辟泰这三个字 挡了一年 现在非来不可了 他说三个小时就决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是台积电代表来沟通了 哎呀 早知道我们去年 就请台积电出面就好了嘛 就救了八百多条的人命了嘛 哎呀 陈时中又要来搞这个 亲自到场迎接 他演这个戏无不无聊啊 我真的是全世界 没有看过有指挥官 一天到晚到机场去接疫苗的 那这个陈时中呢 又要来演出 亲自到场迎接这出戏嘛 难道他到场迎接 对他的声望 是有帮忙的吗 这个声望背后是八百条人命 还有台积电 郭董 慈济 哎 人家是掏几十亿耶 不是几十块耶 不是几百万耶 人家是自己掏腰包耶 然后你呢 你有政府的预算 你不去买 你只负责党 现在党不住人家要进来了 哎 你要来收割了吗 哎呀 真的是 我们看到呢 哎 收割 绝对没有人会赢民进党的 你看看民进党的这个机关署 马上出来了 什么公私协力 看到没有 公是摆在前面的 哎 事实是所有通通都是私的努力啊 公只是要点头就好了 要让我们这个公点头 真的是不容易啊 但现在又说啦 官民合作的成果啊 好啦 没有关系啦 早就说了嘛 credits都给你啊 对不对 如果你要发现金 credits也都给你苏贞昌 你就做就好了 让我们老板子 新的日子好过嘛 为什么都不肯做呢 哎 你看 民进党带风向可是一流的 马上就出来告诉大家 哎呀 背后啊 有很深的故事啊 因为呢 是郭台铭去抢到一批 非原定的疫苗 意思就是说 这不是本来定的哦 是他去另外抢的哦 哎 你怎么好意思啊 那我们叫你陈时中去抢 学南韩去抢 你为什么都不动 那你叫郭台铭 不就去抢到了吗 好 包装是印有 复必泰 复兴医药的字样 担心总统府对字样难以接受 所以嘛 事实上 就是总统有问题嘛 我们的蔡英文脑袋有问题嘛 所以呢 一切就是变成 台积殿向总统探寻的时候 关键人物出来了 这时候要捧谁 捧顾立兄 你看顾立兄好棒棒哦 顾立兄说有什么关系 所以顾立兄出面联系就来了 哇塞 原来顾立兄 现在变成是关键人物啦 那所以呢 陈时中是干嘛的 人家才是指挥中心啊 真正的科学防疫 所有的专家比不上顾立兄的 这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字吗 有什么关系吗 好 总统就这样子听顾立兄的吗 那顾立兄你过去这一年几个月 你都躲到哪里去了呢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 六月份的时候民间 所有的民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 郭台铭啊 慈忌啊 还有台积电啊 开始要去谈采购BNT 官方人士也出来办逢想说 哎呀 不是他们厉害 这中间还有一个罗秉承 好棒棒 罗秉承 这个不知道政府不能随便乱印超标的行政院发言人 说哎 因为罗秉承得到蔡英文充分授权哦 哦 他也想当小英男孩哦 因为罗秉承有丰富的法律背景 所以全权主导这个事件的发展 你怎么好意思啊 明明就是台积电跟鸿海全权主导 你是主导了什么 你有去跟人家谈判吗 你有去跟人家这个订购吗 东东都没有啊 也为台湾特制一个新标签 哦 我看懂了啦 台湾要有特制的新标签 就是罗秉承的要求 所以呢 民进党政府的要求 通通都是delay 通通通都是党 通通都是卡 并没有加速帮忙加英法力 或者是加码 1500万剂 政府在加购1500万剂 通通3000万剂 这时候BNT进来不是很好吗 我们的政府事情不做 但收割的时候 收割机一定会全面出动的 好 先前民间采购BNT 完成签约 蔡政府当时就归功说 都是靠罗秉承紧盯合约内容 才能够成功买到 顾及国家利益的客制化BNT 那么现在又说 是靠着顾力熊独排众议 认为即便有复辟态字样 又有什么关系 出面联络之后就放行了 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复辟态字样的BNT 就要进来让大家可以打疫苗了 好 国民党就问说了 你终究要买复辟态的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买呢 好 那么罗秉承怎么说呢 他说这个复兴啦 复辟态的字样啦 当时是说都不可以出现的 好 但是陈时中现在就说了 哎呀 其实呢 这个首批来台的BNT疫苗 会印有复辟态的标签呢 好 罗秉承现在怎么自圆其说呢 他说无论是行政院 或是他个人 从来没有说过 不准BNT上面写复辟态啊 你国民党不应该散播 不时的讯息呀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当时的罗秉承 他是怎么说的 吴子佳说上周四凌晨 发言人曾接到台积电的email 扬言采购弱迫局将公布谈判过程 并说行政院对采购 从头到尾找麻烦 那请问政院的回应 我们要有所突破 一定是要公私协力 官民合作 而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成果 而这个成果是应该跟我们国人一起分享 国家的利益要顾到 疫苗要买到 国家的利益 包括国家的尊严 国家的地位 这个是政府的角度 地场 一定要很严肃的面对 好 也对啦 你看当时他是说 这个货要买到 国家利益也要过到 确实他没有说不准出现BNT 或者是复辟态这几个字 是没有从他口中讲出来 但是意思是怎么样呢 大家自己一起来玩味一下了 好 陈时中接受的 这个黄光琴的这个专访 黄光琴就说 这个回避复辟态的角色 合约这样定是来自于哪一方的看法呢 好 陈时中就解释了 我去订一件西装 当然这个合约上回写得很清楚 刚好冬天来了 没有衣服穿 棉袄来当然也要来 这个 这到底想要讲说 西装变棉袄 对 总而言之就是说 西装是可以客制化的 疫苗为什么不可以客制化 当然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来给标签 好 那黄光琴就说了 去年如果接受了 东洋这三千万剂的BNT的话 那今年的疫情 是不是就不会这么严重了呢 好 结果陈时中说 哎呀 你们大家不知道 我们当时不看好BNT会成功了 怎么能够买这么多剂呢 为了分散风险 我不后悔 哇 网友炸锅了 看看网友怎么说 网友说 你去问问看 已经叙事的这八百多个人的家属 家属家庭 后不后悔啊 死的不是你 当然不后悔了 是分散自己的风险 而治百姓的风险 于不顾吗 哇 数据更少的国产疫苗 一千就买了一千万剂 这有考虑到风险吗 好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薛恒哥 罗秉承现在可是说了 他没有说过 这个BNT的标签 不可以出现复辟态 就三个字啊 好 那为什么七月初在野党质疑行政院 为了拿掉负弊态这三个字 拖到交货的时间时 当时罗秉承义正词严的 他说货要买到 国家的利益也要顾到啊 那去年没有买到这三千万剂BNT 现在陈时松说 到现在他都不后悔耶 没有 我们先这样讲 第一个 如果今天我国的行政体系 也不在乎包装负弊态这几个字的话 六月二十三号新加坡那一批负弊态 就应该我们拿到了 那但我们就是在乎新加坡不在乎 所以给新加坡优先拿去接种 那现在事后又要来搞认知作战 那请问如果不是因为觉得 富弊态有损国家尊严 你那时候讲的国家利益是什么 是晚一点拿国家才有利益吗 是慢一点打国家才有利益吗 这个都是胡说八道 我还是说一模一样的话 罗秉承如果很想要演戏的话 去上演剧班 去提炼你的演技 不要在这边当发言人看得讨厌 那第二件事情 我们把事情讲细一点 让大家明白国家做了多么错误的决策 你看了全世界都知道 今天要解决疫情流行只有疫苗这个终极方案 疫苗只有三种解决方案 第一个是采购国际疫苗 而且要大量而且要快 第二个是为国际疫苗代工 而且要尽量多敞牌越多越好 第三个才是本土疫苗 台湾今天的状况就是偏听偏信 只为了本土疫苗推掉了中间所谓的国际疫苗代工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AZ跟莫德纳 其实都有找台湾代工 是台湾说不行 那你要那个太多了 你要三亿的量 我生产不出来 但等等生产的出来 是因为那个量要留给国内自己做的疫苗 然后第一个 你还记不记得国产疫苗在出来之前 国际疫苗的采购都是滴滴答答的 跟漏尿一样 两百万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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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看一个两千三百万人 要打四千六百万剂 或是两千三百五十万人 要打四千七百万剂的国家 哪一个国家是买两百万剂 两百万剂再买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当初的规划 是把一二类优先打完 再加上重病的防疫力低下那些人 打国际疫苗 原来的规划是像我们这种 贫下中农 一般老百姓 全部要打本地自治的疫苗 所以才会只买两百万剂 不然谁数学烂到这个程度 你有四千七百万剂的需求 只定两百万剂 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讲的 原先都要让位给所谓的国产疫苗 所谓的土产疫苗 所谓的土制疫苗 那我们讲白了 国家的疫苗政策就是错误 你从一开始就错误 当初就是为了偏袒 台湾自己做的疫苗 然后结果因为台湾自己做的疫苗 产量不足产量不稳 没有做完整的三期临床 到最后一路拖拖拖拖到现在 才会造成疫苗不足的状况 疫苗不足 经济不能复苏 全国还要叫受刑人多发 去包那个五倍券 这都是一连串的因素 我们讲白了 你现在当然不后悔 死的不是你家人 你去年如果三千万剂就下定下来了 国内这一波疫情会有这么多严重吗 这么造成了 八百多人就是八百多个家庭破碎 没有死在你家人 你是不会清楚的 陆之骏的妹妹有讲 你看到的死亡人数 你以为只是一个数字 可是对于那些认识他的 他的朋友 他的家人来讲 那是几十年的回忆 跟共处的经历 那我们这样讲 陈时中当然不后悔 因为后悔的是别人 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因为真的是 他都不后悔 我们大家听了都觉得好后悔 怎么一回事 所以立委废红太就 炮轰指挥中心说 难道你为了复辟太这三个字 让疫苗卡关 导致后来这个疫苗 现货被新加坡给买走 不需要对这些冤魂道歉吗 陈时中部长马上就解释了 他说当时我们可是连约都还没签 所以是没有跟人家去买的条件的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韩冰 问题是人民不是给了政府 一百一十五点五亿的预算 可以去采购疫苗吗 那么为什么为了分散风险 连当时连这个疫苗的合约 都不愿意去签呢 还是说是因为当时高端疫苗 还没有开打 不能签太多吗 他们从头到尾就是在等高端 护航成这个样子的 这个还需要我们讲吗 陈时中我老实讲 你也不要讲得一副很豪气甘云 你不后悔 我告诉你你连后悔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从头到尾决策就不是你定了 你只是个负责执行的 你只是把人家跑腿了 你还好意思讲什么 负不负责执行这个命令 你根本不是你下的决定好吗 是你上面的人下的决定 所以不要讲得这么高兴 讲得好像一副跟真的一样了 那事实上我们的政府就是一直在等高端 那偏偏高端就是个不争气的阿董 怎么样都扶不起来 产能也弄不上来 时间拖得又慢 时间人数又少 到最后民进党政府被逼急了 只好这样做 然后讲现在罗秉承还好 一直跳出来讲说 我从来没有说 上面不能有负必泰的字样 我老实讲 你自己想想看 陈时中今天接受黄光琴的采访的时候 直接就讲了 负必泰这个三字 他是讲得很漂亮 我们三个小时就核准 如果只是为了这三个字 如果你们不是很在意这三个字 请问一下这种东西需要三个小时 这一秒钟就决定了 那就买 不就解决了吗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你还要三个小时干嘛 还要再请示 还要再什么东西 表示你们就是最在乎这三个字 不就是这样吗 就为了这三个字 害台湾多拖了几个月 害死了不知道多少人 这是事实 然后现在出来讲这种江西话 说什么 当初因为我们没有签约 没有签约的是谁 不是你自己一直在拖了不签约的吗 不就是这样 而且当时郭董就是知道有这批货 他就赶快告诉你了 叫你赶快给他EUA授权 其实不用签约也没关系 你只要给他EUA授权 郭董会去签约 根本不需要你去签约 讲得跟真的一样 好像你在决定你在主导什么 从来都不是 你就是民间人家郭董 人家台积电 人家慈寂一直在跑 然后你们拼命在阻挡 老实讲 苹果那个报道 在六月的时候报道 把罗鼎城吹得跟真的一样 讲说什么 他主导一切什么什么东西 其实我相信 苹果因为那个记者 可能是注音输入法 他讲他打错 不是主导叫主导 他注音打错 你知道才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那顾力熊更好笑 顾力熊 我想请教一下 你在之前是不是智还是怎么样 还是不会说话 还是突然间被人家毒哑了 那如果你一句话就可以讲出来 就可以解决了事情 那前面几个月 你是哑巴 你不会讲一句话 讲一句有什么关系 这几个字你不会讲 奇怪了 现在讲得跟真的一样 好像你一句话就决定了 不要骗人了 人民不是傻瓜 没人像你们这么蠢 不过在今天又传出了不幸的消息 高端疫苗的接种者 现在出现了第五例 在接种后死亡的个案 但是家属都很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原因 到底和疫苗有没有关系 这个44岁桃源的温姓男子 他在23号打完高端之后 25号在上班途中突然休克 送医抢救不治身亡 当天指挥中心记者会 庄仁祥就说了 这个案有糖尿病的病史 体重大约120到130公斤 意思是说他太胖了吗 那么家属就出来喊话 家属说 我丈夫是非常相信高端 他特别选择去打高端的 虽然说有糖尿病的病史 可是有定期追踪 而小孩上网查资料 发现说 我爸爸不是明明只有90几公斤吗 但是指挥中心说 他有120到130公斤 怎么给人家加了40公斤 那么小朋友就说了 不太了解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 庄仁祥事后就说 这体重只是目测 这是怎么目测出来的 把人家多了40公斤 但是他说请家属要见谅了 那么另外一个是 40多岁基隆的王姓妇女 她在24号打完了高端疫苗 25号就胸痛不适 送医急诊还是不幸猝死 是在急诊室 实在是抢救不及 那么张上纯医师就说 初步观察他的电脑断层扫描 个案有主动脉剥离的现象 但是这个个案 他的爸爸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 他说因为我女儿没有慢性病 也没有心脏病的病史 我们家属都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打个疫苗之后就死亡了 你要我们怎么接受呢 法医高大臣说 主动脉剥离就是死因吗 那你要找出疫苗 有没有造成主动脉剥离的可能性 疫苗死亡用断层扫描 就知道死因吗 他说这根本是丢人现眼 笑掉人家的大牙 所以说打完疫苗之后不幸死亡 当然现在只是叫做 实际上的关系 还没办法证实有因果关系 可是这就是政府要来厘清的 因为出事了 难免有人会担心 政府应该告诉大家 有没有关系 我们要请教一下维州委员 我们都知道你是国民党内 唯一曾经有说过 表态愿意要力挺高端疫苗的人 不过开打之后 现在出现了一些 这个接种后死亡的个案 不知道你现在还是有这样的 坚定的信念 愿意要接种高端疫苗吗 但是呢 这个高大臣法医也说了 因为主动脉剥离 这次其实有两个猝死的个案 都是主动脉剥离 但是你不能说 主动脉剥离是它的死因 那请问疫苗有没有造成主动脉剥离的可能性 是不是应该要有法医应该要由指挥中心来告诉大家 是 我要讲 就是说我们国民党的立场 是支持发展国产疫苗的 这个是战略物资 所以我还是会把手臂留着 打国产疫苗 国产疫苗 高端连亚都是国产疫苗 OK 我还不会打别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希望说它要做好 所以你要等到做完三期之后才打 也不一定 这个9月开疫再立 反正因为我是登记在中正区来打 所以应该大概会在下一波 9月开疫的时候会在中正区打 那我们讲这个疫苗最重要两点 第一个副作用 大家很关心 打下去会怎么样 不要没有先有保护力 结果先有副作用 像最近大家担心的 另外就是保护力 副作用保护力 本来大家都以为说国产疫苗 因为它制作的这个方法比较不一样 应该副作用会比较小 那保护力呢 连陈时中也讲不太清楚 他的因为他没有做到三期 那大家是有的人是信任EUA 国内给他的EUA 有的人不信 信者很信 不信的不信 但是发展国产疫苗 我们是都支持 那现在已经发生这个危机了 就是说本来大家认为说 这个最少它是安全的 结果现在连这个都被质疑 所以最近的这个施打力一定不好 会有反打潮 所以那时候我就提出来说 我支持国产疫苗 我也愿意把手备留着打国产疫苗 但是有一点 我也要特别强调 不能逼迫国人打国产疫苗 就是说你也不能设定那个环境 设定那个情境 让大家到最后没有别的选择 然后来打国产疫苗 这个是打疫苗 是一个人权你知道吗 我可以选择不打 也可以选择我要打什么疫苗 我对什么疫苗有信心 而且有不同的需求 有孕妇为什么要打莫德纳 那就是他的需求啊 因为他针对孕妇 针对妇女 他副作用减少 他的有效性会提高 那有的人要出国 他一定要国进疫苗 所以一定要尊重每个国人的选择 这个才是负责任的政府 那你要选择高端疫苗 联亚疫苗我们都尊重 但是不能强迫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 打国产疫苗 这个我的立场是很清楚 还好 本来我们已经看到危机了 你知道吗 9月1号要开学的 所有相关学校的机构 很多人还没打 不只是学校的老师 外面的补习班的老师 安亲班的才艺班的 难道开学之后 这些小孩白天上学 也要回 还要去安亲班 那那些老师都不用打 都没有疫苗可以打 然后只能被迫要打高端 因为9月1号就马上开学 你不打 将来还要每三天要做一次PCR 自己要付钱 那这样不是等于是被迫要打吗 没有打的话还不能去教书 或是不能领薪水 不给你上课 好 另外 艺南 9月1号开始 艺南开始要受训 一个月好几万 一两万 他们也要规定 要打疫苗 否则你要自己要做PCR 一个礼拜做一次 谁负担得起 就被迫要打高端 还好 最近VNT 我们月底 大概看得到了 希望进来以后 现在明天开始开始登记 大家都可以去登记那个意愿 烧解这个窘境 那等一下有时间 我们再来讨论说 刚刚提到的 VNT为什么拖到大月底 现在才能进 如果我们不要判断错误 我们不要阻挡 是不是早就可以进来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